知道吧 这个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医药业在我们签的那个WTO协议里面 就是不受保护的 就是以发达国家身份进去了 知道吧 当初就是很多自由派资本说 呼吸代价要加入WTO 那加入的代价就是你不能仿制药 现在反过来他又开始骂 中国的药价怎么会这么贵啊 他当时支持的这个决定 毕竟导致今天这个结果 所以这帮 知识界有一帮人 他不讲硬逻辑的 他是我骂过债 完全是个青春期 老青春期孩子 永远的青春期 这个我骂过债 他不讲逻辑的 他的这个主张和后面那个后果 是有密来联系的 他是不管的 那个印度呢 就没有这个束缚 印度就是说 我就是要放置的 他加入WTO的时候就声明了 说你也别管我 你骂我也不听 我就是仿制 你怎么着 那美国人也算了 就算了 仿制 当然他们医药界朋友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解释 就是印度人的体制 跟欧美人是一样的 所以呢 让他们大规模仿制 大规模仿制 实际上呢 是一种人体实验 给我们仿制啊 数据对他们没用 所以我们那个抗疫药 一盒就买两万嘛 他买两百嘛 然后咱们这个 有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很多医保啊 是可以覆盖这个药的 我们又不覆盖 对不对 所以弄了个结果 就是我们必须按照 美国人价格买 因为这是WTO规定的 你不能仿制 不说中国仿制技术不行啊 中国要仿制起来 肯定没有印度人的活路了 对不对 他说我们不能仿制之了 因为这是我们那个 承诺的嘛 法律上不能允许的 我们就老老实买 买专利 按照按照的价格定价 于是后来就出现 很尴尬的一个情况 根据WTO协议 我们不能仿制 然后我们医药的 现在创新能力很差 所以只好买 买的就贼贵 特贵是吧 特贵以后呢 我们现在医保呢 又不如美国发达 所以大家都是两万 美国两万 我两个 可是他医保能管 我们管不了 是不是 所以中国癌症病人就特别惨 对不对 于是大家肯定想到印度去嘛 那一般的印度兄弟是没有限制 乱跑之的 所以他就两百了 就出现那个情况 所以今天电影讲那个现象 后面